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好师,欢迎继续收看黑暗之魂3 那么在这期呢,咱们继续去探索法兰要塞 现在已经有同学能很快速的通关了 据说不到两个小时就能通关 我去 但是这个游戏本来就是一个 我觉得有点虐人的游戏 哦,看来我毒抗不高啊 嗯,毒抗不高 所以说很容易中毒,咱们一点一点的探索吧 你看我走到这个泥潭里,这个毒涨得很快 死 哦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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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中毒,我不要中毒 竟然只是个这 这片区域的话 咱们想要全清敌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 呃,敌人比较多 然后 场景也非常的大,咱们需要点燃三个,呃,熄灭三个风火台 蟹形石碎片啊,回来回来回来,我不想中毒啊 哦,不想中毒,其实在这还能快速跑吧应该 啊,是的,是的 这片区域还能快速跑,我看看我实在不行,我有没有咬毒戒指 我想 换一个咬毒戒指,圣女戒指 火焰圣手戒指 他那银蛇的话可以换成一个咬毒 咬血这是 咬毒的话 我暂时没有 大找 提抗咬树为,提升咬树的威力 呃,没有,我没有,我只能穿一个防毒比较,抗毒比较高的 抗毒,呃,这个抗毒比较高 这个抗毒也比较高 这个抗毒也比较高 这个抗毒是36,这个呢,44,这个抗毒比较高 来换上这个,裤子 这是个裙子,这不是裤子 啊,这个抗毒比较高,但是太重了 有没有轻一点的手套啊 不行,都太重了 找一个抗毒高一些 啊,63 哇去,这样一穿我 瞬间负重就下来 68 工作用衣服 这就是在上一个场景 能打到的呃,那个衣服 这太,那个啥了吧 R1 10 R1,R2 工作用的一身 工作用的一身衣服 就是抗毒最高的啊 那,那估计这个也是抗毒最高的吧 果然 但是我也不能光要抗毒别的不要啊 头盔的话就带个好一点的吧 士兵铁盔 头盔带最好的也 这就是咱们在那个场景 换一个北方铠甲就行 换一个北方铠甲就行 好,这样的话我们抗毒稍微高一些 这个条就不会走那么快 你看这个条就,诶,元素碎片一个 好东西 这边往上上的话,你看见楼梯你直接往上上就行了 因为往上上的话就,就是点燃烽火的地方 必然是点燃烽火的地方 但是咱们现在有余火在神 所以说尽量不要死 来来来来 三斧头送走他 三斧头 诶,他挡住了 送走你 掉什么东西 一个长枪 诶,要是先点燃第一个 出现一个动画 好像没点燃一个都会出现这个动画吧 点燃三个之后远处的那个门就会打开 那个门打开了之后就可以进去打boss boss叫深渊监视者 是 一个 我想想啊,是一堆吧 是反正是几个兵 几个就是那种人型的那种boss 敏捷度的那种子 敏捷度非常好 门稍微降下了一个机关吧 算是 对了 这次的话 我们还要再 还有一个 家伙要猥琐 这边 可以直接走下去 看看有没有怪 还有怪 这里还有个怪 诶 喝个药 有些同学说让我 这个光标移动 不要太快 会看得头晕 那说明你是不是也太 有3D眩晕症吧 从这儿好像可以下去 从这儿下去来到 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场景确实是 有很多东西 有待探索的 看一下 这个家伙稍微耐打一些 沼泽里边有 有其他 好像再往这边走 就该伸了吧 纤星石碎片 再往那边走 就伸了 我去我毒 怎么还长这么快 把他引过来吧 好 过来 我去 他被火消死了 这里的很多怪 我们都尽量是远程 能把他给消灭一下 看看这边还有 往那里头走 肯定还也有东西啊 我记得是有东西的 好像还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东西 从这上楼梯 好像又是一个 可以点燃的地方 找这个找的 倒是挺快的 还有谁吗 但是这个地方 咱们即便 风火台很快找完 也没有太大意义 因为有太多东西 还需要探索 有人 没人 点燃 熄灭 熄灭还是点燃 我都忘了 应该是熄灭吧 熄灭 熄灭三个 风火 又亮了一个 这个台 还剩下一个 门就会开了 没有东西这边 往前面走 是一个篝火 然后往右边走 可以上去 又是一个篝火 咱们把他引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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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早是没有装备呢 武功箭 我箭 我箭 木箭 过来 快快快快 打不打我 不是你往我这边来点 咱们到一个开阔的地方 打好吗 哎 这个可以随便喝药了 因为 因为前面是一个篝火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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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 然后那个没拿盾的家伙 是一个 会释放毒气的 不要往后退 不要往后退 我去 你吃 真人者神龟 你 过来 又往后退 拿盾挡着也照打 他 吐你的毒 射不死你 他会左右移动 都该吐了 这家伙超烦人 还会左右 你 吐 吐 让你吐 吐你大爷 然后 往前面走 还有 嗯 还有一种 还有个青蛙 我在这儿 我记得我能捡到一个余灰啊 交给 铁匠的一个余灰 在这个场景内 然后从这个篝火下来就是这个门的地方 非常的好 好记 哎那不是一个宝石虫吧 诶 这里边有很多的 哇哦 哦 这里边的这个阔鱼 鼻涕虫啊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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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直变态 不死人遗骨啊 在这儿 在这儿 在这个场景 哦呦呦呦还有俩活的 很多 在这儿能捡到一个不死人遗骨 然后待会儿丢到火盆里头去 呃 可以看到啊 从这儿上去 从这儿有个梯子上去 这边是深深区域啊 就是独独持的那个深区 可以咱们先剪剪东西吧 你看有多少怪物 现行石碎片 别别别别别别 这个火是会烧人的 然后有一个大树 咱们得把 阔鱼给干掉 然后想办法把那个 远处的那个怪给弄死 要不然的话他很恶心 哎呀 这样吧实在 咱们先往上走吧 然后想往上去 那个这个塔上面 然后这个塔上面 虽然有一个篝火 但是咱们有时候 他会出现一个bug 就不让咱们 呃 不让咱们就是做 那个篝火 好像周围是有敌人一样 不让做 反正上个版本是这样 现在游戏更新了 不知道这个bug有没有取消 上面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呃东西啊 还有一些敌人 甚至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boss 啊 让不让做啊 可以做了 来这个老狼啊 法兰老狼 来法兰老狼的话 可以跟他立下一个试约 啊现在咱们还没有 然后这儿有一个隐藏的 就是这个这个魂 要有一个隐藏墙才能过去 你会围着这个地方转一圈 你发现什么东西都没有 但其实 他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隐藏的墙 哎 虫虫不要跑 光辉先行石 从这儿可以看到下面 然后这整个一圈应该都没有东西了 从这个地方 呃 呃 待会上去的话 会有一堆这种小的 呃 如梦者骨灰 这个骨灰是交给老太婆的 会有一堆这个 就是 叫什么 就光辉先行石的这个 就保湿虫啊 会有很多 拿出来弓箭准备把那个boss 刀到这儿 尾锁死 就行了 大屁股恶魔 大屁股恶魔 你跟他打的话 其实 也不是说完全打不过 不是说打不过 就是 没必要 射都能射死它 哎呀 嗯 大屁股 哈 诶 终于掉了一点血 10滴 难道我必须要跟他正面钢了吗这次 44 应该不用正面钢啊 往前再走一点 我怕走太靠前了就开始攻击咱们52 49 每次打到50血以上就就算 很疼了 然后用刀砍他的话无非也就是 不到100吧 所以说其实这样还是很快的 暴头 超傻 就在没有更新版本之前的话他会过来打咱们的然后咱们站在楼梯口的那个位置他下不来 所以说咱们站在楼梯口就可以把他猥琐死 但是 这次连追都不追了 你说这样 你说这样猥琐敌人有意思吗我就跟你说 黑暗之魂这个游戏能猥琐你就猥琐 能打通关就不错了塔下猥琐怎么样 杀人才是硬道理 快死了 快死了 还得 还得一下 还得一下 好 离群恶魔的灵魂 瘀火 首斧 瘀火 看一下那个首斧 我想找到一个比我 山贼 战斧 我刚才捡的那个斧头呢 啊 只是这个吗不对啊我记得以前就有 山贼 就是你一旦 呃火焰附魔了之后他的物理攻击会降低的所以说 也就说他原本的话不如这个 我刚才明明捡得到的一个是一个斧头啊 那就用他吧 然后待会咱们往那边走就是往这个恶魔的反方向走 先不要下去 会有很多东西会有很多宝石虫咱们可能一趟都砍不完 我记得有个 地方好像刷那个 哎 刷那个 就是 歇行时的大碎片那种 好像有个地方经常掉的 到时候我能把这个手斧升到家 你看看远处有多少个 看见没 这儿有一个 不要跑 哎呀 没打着 大碎片大碎片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估计跑了 哎在在那在那在那 在山坡上 但是山坡上有敌人 咱们先拿完东西再去啊 这在这一片区域咱们会得到一个非常给力的盾 啊这儿还有一个魔法 这个龙是死的 刚才已经拿过了吧这个盾已经拿过了吧 叫 什么龙文呃不是 龙 龙图文盾 你看他就是各个方面都 比 咱们的这个盾要好除了雷和抵抗力稍微差一点 就比咱们现在拿的这个也比他轻 攻击力位子也比得高加成也比得多所以说这个盾非常非常的给力 咱们拿到这个盾之后不知道能不能升级待会可以回去看一下 前期就靠他 这个盾非常非常的给力 哎 不要跑 回备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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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不会 哎呀 你说说你们 耽误我的事了吧 这群小逼兵 很恶心啊这这几个小兵刚好把那个虫子给挡到 算了我都懒得杀他 咱们直接走吧 这片区域也就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 咱们就可以走了 咱们就没有什么 然后我记得 这个地方应该是有元素碎片的 啊刚才是不是剪到了 这片这片区域的元素碎片应该剪过了 做一下篝火 然后回去强化一下 先回去看看强化一下 不过盾的强化好像 好像没有太大作用 只是强化抵抗力 稍微多一些抵抗力就是 抵抗力高的话 就敌人打咱们的时候 咱们会掉那个精力吗就是体力 你抵抗力越高 他掉的就越少 像有一些比较巨大的盾 虽然他属性不太好 但是你打他一下 不掉多少 体力 明白吗 先升级 升级升力 然后把骨灰交给他 交出骨灰 询问他骨灰详情 真是可怜虫居然在这个衰亡 世界里做梦 果然如此这份愚人的骨灰 大人也是这么觉得吧 呵呵呵 没啥意义 没啥意 强化元素瓶 我好像讲的 剪到了 没有 看他死了没 看他死了没 还没有死 我来跟他说话 还不能给我强化等级啊 跟他说一下话 强化武器咱们把盾 给强化 盾 盾呢 盾不能强化 可以了 光辉斜行石 抵抗力就加一点 算了 这个强化 这个强化 蝎蝎蝎石碎片啊需要 呃这个可以强 然后这个大棒咱们也可以强 但是大咱们先把它制变一下 蝎蝎石碎片咱们先制变一下这个武器 也就是这个大棒子 很屌的一个巨型棍棒 把它 你看就是 如果你用熟练宝石 制变他的话 他就有 什么还会有一个敏捷的加成 然后攻击力的话最大攻击力啊会 就是减的这个 会加强 怎么说呢就是 会加强这个攻击力吧 就他虽然会先降低他的攻击力 但是他因为你有了一个敏捷加成 所以说你只要加敏捷或者加力量都会对他有一个提升 懂了吧 这个粗质矿石的话就直接就很暴力的去加 他的攻击力 但是他的各个方面的其他的防御 这种巨型棍棒是可以防御的 防御会减少 然后这个就是火附魔了 火焰附魔 那肯定是火焰附魔来 太大了吧所以说强化一次需要很多钱 然后在这咱们把那个 遗骨给燃烧一下 这样骨的瓶也就多一些传送回去 接着传送到这里吧 还是有很多东西没有剪 赶紧去剪啊 这个就是图文顿 应该就是那个图文顿吧 咱们那个是叫龙文顿吧 有一个鱼灰应该是比较重要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很多青蛙的地方有东西 下面 背后的三个敌人不用管 然后往左边走是有青蛙的地方 但是很容易死因为你会中 那个 诶 诅咒 一旦中了诅咒你就 就肯定死了吗就是 直接被免 那个大树该怎么打 难道咱们不打那个大树直接过去偷东西吗 我害怕会死 在泥地里头翻滚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毒液长得很快 缓一缓先缓一缓 这儿有一个那个什么 元素汤 元素汤的话太阳护服 太阳护服是让咱们用奇迹 就是用奇迹的 有魔法有咒术还有一个 法术叫奇迹 哦 这儿有一个草我去 这就中毒了 他之前是不是那个家伙那个老狼让咱们把这个草给交给他 如果不是的话我就不知道了 能不能射 把他射到这边来打 好他跑得很快你看他在泥地里头跑得很快 我还中着毒 就这我还穿一身 毒抗性的衣服呢 把我毒成这样 敢不敢过来 熊孩子 熊孩子 我去 他在这儿也能打我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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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什么啊你这 原来这家伙是个远程攻击我都忘了 哦 我去你妹的 这怎么打啊这家伙 哇 射他射他 跟他玩远程为所战 他走走他要走他要走 射一箭92的 一百一百多 好可以射可以射 友谊来 快回来 走 走 射死你 射死你 死了吗 漂亮 才加多少魂啊 太抠了这货 连个东西都不给我掉 我擦你大爷得 我 太多敌人了吧 赶紧跑赶紧跑赶紧跑 先跑上来再说 一个一个打我是不怕的 好 哎呀 先弄死一个 直接弄死了脸 啊 这个场景有很多敌人 咱们 先把他们引过来再说吧 引过来引过来 我看我干脆直接把衣服换回来吧 抗毒我也没发现有什么屁作用 还是穿 还是穿北方的一套吧 北方 北方副手 北方的头盔还能戴上吗 北方头盔一旦戴上就超过负重了 这可怎么办 这可怎么办 北方头盔不带 换一个 山贼吧 这就山贼还好一点 太丑了 不是一般的丑 捡东西去 因为你在中毒的时候你是无法再次中毒的所以说 趁这个时候就赶紧 西行石碎片直接减脸 这个无名的一套 这个地方你也许玩着玩着你会觉得 这个场景是不是太复杂了没啥参照物我怎么记录呢 他喵的有人入侵我 他喵的有人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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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如果说你看我的视频 你别说看我的视频 你啊那边又有一棵大树 这边又有一个大树怪 我不想搭理他 我不想搭理他 好像没什么东西 我们直接走得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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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請追不捨呀大哥哥 走了他走了 誰在打他 他被火燒了 傻逼 既然都掉那麼多血那來吧 我要跟你戰鬥 這麼簡單就打死了 掉東西吧 不掉 好我們把這個門又給打開得了 打開完了之後還 這邊還可以上去 原來入侵者在這 嚇我了一個跳啊 那我們把這個入侵者搞死之後會得到一個法師用的東西好像 先把 先把篝火給熄滅 這個這個 入侵者叫什麼名字好像名字還挺有意思的 我都忘了 太長時間不玩了 既然都忘了 既然都忘了門就開了 如果說你對這個沼澤這片場景很噁心 你又記不看我視頻你又記不太清楚路的話 我跟你說沒有關係哈 因為你看誰的視頻你都記不住路 哪怕你自己玩也許你都記不住路 你就記著自己慢慢探索就行了 在你玩的時候 你就慢慢探索吧 這片場景不是很 不是說特別的大 有深淤泥 區域和淺 淤泥區域 那些深的區域的話 你就盡量找岸上跟敵人進行戰鬥 來吧跟他打 我去我擋不住他 啊 啊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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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我不打了我不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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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不要不要別抱我 你壓你給我過來 弄不死你我 咱們身上有漁火的話就會 遭到敵人入侵啊 你大爺的嚇死我了吧你 好這樣我們就可以跟他打了 但是他我這個我發現我這個盾擋他的 哇 擋他的 魔法不太好擋 我 不要 我去 我那個去的完蛋完蛋完蛋 這家伙太難打了吧 啊一個法師哎這竟然這麼難打難打 這可怎麼辦這可怎麼辦這可怎麼辦我屍體倒在這兒了竟然 哇 想拿回屍體都是個問題啊現在 翻滾吧 這邊還能快速跑 哎呀呀呀呀 不好弄呢 好像大樹是沒了 還好大樹沒了 還好大樹沒了 有人邀請我進派對 那我先不進吧 遠處有個東西 不管這些敵人不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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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到 啊 我 我死了我死了 完蛋 屍體都拿不回來 你說這片場景是有多噁心 是有多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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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的魂又沒了 就想摔手柄 吸得我 算了我咱們趁反正也沒魂了那就那就 那又開始找東西吧 那又開始 撿東西去 但是首先右邊 就是咱們在來時的區域還是有很多東西沒有拿呀 還是得過去拿的 哎那個大樹竟然還在啊 我還以為沒了呢 我現在是中毒佛深啊 我現在是中毒佛深啊 等著他等著他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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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看見我沒看見我 沒看見沒看見 我知道有一個職業 可以就是隱身的 啊 啊只是一個這個 反正這邊還有東西啊 記得有一個漁灰的非常重要必須得撿 拒劍 上到岸上我可不怕你小伙子 上到岸上我可不怕你小伙子 趕緊過來 煙都點燃了你還沒有到 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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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那我先手了 這傢伙還讓我 小看我竟然讓我先手 我也先手了 應該是這吧 不是這 哎 哎 我吃 兩下就給我搞死了 有沒有搞錯這這這傢伙攻擊力這麼高 氣死我氣死我 應該就是那片區域啊 為什麼沒有找到了 等一下等一下我們先往這邊來吧 啊 希望我這邊來去撿那個 招有很多大青蛙 啊 但是我不記得有螃蟹啊 就要怎麼玩 哎呦我去 不是那个青蛙的区域还 我又记错了 哇哇哇哦 螃蟹螃蟹你不要过来 好你来就来吧来来来潜水区我给你打 哎 我背后好像有敌人 不是不是不是只是一棵树 啊夹着我了夹着我了夹着 啊为什么翻滚这么慢 哦 我走 不给你玩不给你玩不给你玩 我去你妹的 太难打了吧这 哎 不说好不得啊 不说好不上岸的吗 他上岸了 我走走走我来我来这边 你能爬上来吗 你这个混蛋 他吃 他怎么哪里都能去呢 弄死你 我来啦 我下去我下去 我下去 行了吧 您屌我走 你还真是够屌了嘞 为什么我负重超过70%了吗 你能拍得到我吗 你能拍得到我吗 小逼 就是这样猥琐 我要告诉你猥琐两个字怎么写 你开个毛玩笑啊 他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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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才竟然卡上来了我去卡位跟我玩卡位 我射不死你大爷的 猥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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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他有想过我玩卡位 他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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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有卡位了 你给我下来 你给我下来 我保证不弄死你 你给我下来 走 好 我们该对他进行致命一级了 滚吧你 我去 我来个去的 好好好让我喘口气 喘口气喘口气 你妹的一个大螃蟹 太屌了 不过他一死就好了 这边的东西就可以随便拿了 希望是可以随便拿 不要再出现什么猫腻了 大魂 散装黄金松脂 黄金松脂的话是给武器附上 闪电的效果 附魔 余火 无名战士灵魂 嫩白树枝 什么一个头盔 看看看看 幽暗头关 我果然是不中超了 换盾 换盾换回来不超了 应该是往这边走就会碰见青蛙的那个区域吧 贤水区 不是还不是青蛙 大树 一堆大树看护的一个地方啊这个这个魂好像说说谁拿谁作死啊 就就就就就就就这个就他们三个大树看管的一个魂 看还有什么东西 绕了一个圈儿前面还是那个元素 我刚才就死在这儿死在那个家伙的背后 但是我记得这边是有东西的 谁叫 哎呀我忘了我忘了我忘了他救了 死了 没死的 还想扑啊 啊 你好 屌啊 啊 玩玩玩 玩玩玩我又死了 但是那个那个余火到底在哪里了 稍等一下我传送到上一个篝火的地方也许能找着 这你妹的让我一遍一遍的在这儿死也不是个事啊 这这一期的节目探索整个这个区域的规划没有做好 把篮要塞 那boss只能下期节目再打了 但是这期我总得把这个场景当中比较重要的东西给搜完啊 我记得有一个余火应该是在这儿这片区域捡的 出门儿 来看一看 这边啊 没捡的东西都给捡捡了 铁身区是一个咒术 在咒术里边这算是怎么说呢 比较重要的一个咒术吧 啊这是青蛙那个区域 基本上我们要想去拿那个东西的话是要死的 因为青蛙很多 你一旦中了魔咒之后就死定了就 喔 喔 喔 还有多远 但是那个余火的位置 我现在真是找不着了 诶 这儿有东西 不过这个地方咱们待会还会再来 所以说这儿能不能拿到 其实我觉得无所谓 诶 这儿有一个梯子可以上去 这边也是我曾经点燃过烽火的地方啊 应该是 我三个烽火都点燃过了 过来 来岸上我给你打 我去你打 看见没我现在有一个除了中毒之外还有一个诅咒 诅咒那个条一旦满的话直接死了 但是刚才为什么没有看到 这是哪一片区域啊 先把这个青蛙给杀了 青蛙杀完之后还得不了几个魂 还 这种东西还特别难受 算了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死了 把青蛙给都给杀了 前面又是大树 修理光粉 黄金卷轴 我说的应该就是黄金卷轴吧 黄金卷轴好像 就是挺有用的一个东西 5点 现在就差那个雨火了吧 就差那个雨火 就差那个雨火了 但是那个雨火雨火在哪里呢 雨火雨火在哪里 好像是在这 不对啊 这是我转了一个圈啊 又绕回来了吗 我反正我记得雨火也是在这个一个这样的环境里边 就是一个塔 然后里边这样的 那个里边有的 不是为什么找不着了呢 不是为什么找不着了呢 我听见背后 这是神马地方 啊 老者圈轴 管他呢 捡完就跑 啊 不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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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一下死 三个老树 三个老树 那个雨火 行 我再 我再找最后一次 上次咱们不是出门往右边走了吗 等于说这边已经探索完了 然后现在就出门往左边走 我就不相信了 记得很好找 哎这边确实有一些东西我没拿 难道我眼花了吗 我刚才直接上去那个楼梯了 啊 七色石像这些东西我刚才都没有拿 这边还属于比较好探索的地方 十项圆盾 啊 对对对就是在这就是在这 啊 我都我忘了这有一个强化兵了 打死他可以得到一 他的这个直剑好像是 很牛逼的 必须要把他给杀了 是他的召唤出来的盾牌 哎 什么 我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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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走你大爷得 趁他跟他打 我秒你 抱你菊花 拜拜 幸亏一个虫子 啊不是啊 不是得到他这把直剑啊 真等等一下让我上岸上看看 对对对这就没有错了 那整片区就就差 整片区就差那个三个树 看的那个魂我没有拿 因为那个魂 就说哎 反正不好拿 哎 哎 这儿 那老者余劲啊余劲啊余劲 我不是说余火啊就是余劲 好咱们这样就可以走了 往这边走是哪啊 我刚才有没有来这边 如果说我刚才来这边的话 为什么没有看见 啊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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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这儿 使刀了使刀了使刀了我我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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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beating 我果然也不能不跟你打 哥哥 我能不能不跟你打 吧 是你逼我的 怎么又来个 哎 小怪 好好我吃我吃到这哪 赶紧让我跑回去 往这边走还有东西吗应该也没有 应该所有东西都探索完了那这片区呢暂时就就探索到这里吧 我回一下篝火 OK那这期节目呢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 感谢各位同学的收看 我是好石咱们下期节目再见